有成人版 IG 支撐的社群平台 OnlyFans 爆紅之後 竟然想要得罪老司機,說不可以色色 結果,沒幾天之後,馬上又轉彎 這是怎麼回事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 OnlyFans 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今年 8 月的時候,這兩年因為情色內容 而紅透半片天的社群平台 OnlyFans 宣布 他們決定要掃黃,禁止平台上再有成人內容 以前的大尺度貼文也都要刪除 但是這項禁皇令頒布不到一個禮拜 官方卻來一個髮夾彎宣布禁令取消 重新擁抱成人內容 而這波操作,讓大家看得一頭霧水 搞不清楚這個 OnlyFans 到底在想些什麼 今天,我們會先簡單介紹一下 OnlyFans 是什麼?他們是怎麼靠著成人內容走紅? 後來為何要頒布禁皇令,但又馬上後悔呢? 不過,一如往常奧 先讓我們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你想說是因為手機電腦容量不夠 只能一直把資料丟到雲端或外接硬碟嗎? 這樣做不但有點麻煩 如果沒有好好的備份,東西也很容易不見 不過,如果是用NAS,或許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NAS 是一個專屬個人的網路儲存裝置 而擁有大量的空間,可以讓資料儲存在電腦本身裡面 包含像是照片、影音、文件等等 只要透過網路連線,就能隨時存取 今天我們主要要介紹的QNAP NAS 則是提供了更多元的服務 例如,它不只能舉行檔案 還能夠啟動管理,幫助你快速的找到資料 同時也有快照保護的功能 讓你可以輕鬆的備份 萬一電腦被病毒攻擊,也能迅速還原 當然更重要的是,它支援各個的裝置平台 不管你是想要跟家人朋友 還是同事分享資料都非常方便 另外,如果再搭配QNAP獨家的 QTS智慧作業系統 操作體驗也會更加新奇 因為QTS不但設計介面清楚 可以一步步教我們安裝NAS 內建還有提供各種豐富的APP 可以直接下載使用 那現在QNAP NAS也有分成一般家庭用的 或是中小型工作室使用 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點擊下方的資訊欄 到QNAP的網站挑選適合自己的NAS提供吧! OnlyFans 成立於2016年 是一個主打內容訂閱制的社群平台 用戶只要支付5-50元不等的美金 就可以訂閱創作者成為他們的Fans 看到獨家的貼文、照片或影片 有些創作者會開放免費訂閱 但特定內容要加密上鎖 需要付費才能瀏覽 雖然大部分人聽到OnlyFans 腦中浮現的都是比較十八鏡的東西 但其實OnlyFans並沒有特定的主題 也有一些創作者提供瑜伽、料理、健身等普遍的內容 只不過,主要能夠帶來流量和聲量的 都還是那些大實度的情色網紅 再加上平台對於貼文的限制也不多 久而久之,OnlyFans就漸漸地以情色內容為主 變成成人平台的代名詞 相較於Pornhub或其他色情影片網站 OnlyFans 上面的情色網紅 更擅長透過各種社群操作來抓住粉絲的心 就像是IG一樣 不少人會在上面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偶爾才來一張大實度的照片 吸引你來付費解鎖 同時,他們也很懂得跟粉絲聊天 舉辦投票,來瞭解大家的癖好 有些人甚至還會舉辦像是情婦日這種主題活動 來回應粉絲們的幻想和期待 而這樣的互動,營造出了一種親密感 就像是粉絲的虛擬情人 有時候可愛、有時候壞壞 讓大家心甘情願掏錢訂閱 也讓OnlyFans在競爭激烈的成人產業中 殺出了一條血路 2020年,疫情席捲了全球 許多人的收入受到打擊 決定投入OnlyFans來賺取外快 而這批創作新人的加入 更是帶動了OnlyFans的暴風式成長 短短一年之內 OnlyFans的用戶數量翻了超過10倍 從750萬,飆漲到8500萬 年營收也超過21美金 成為疫情之下的最大受惠者之一 現在,OnlyFans已經是一個擁有200萬位創作者 超過1億人註冊的社群媒體 毫無疑問,絕對是成人界的一方之霸 不過,就在這個時候 官方卻踩下緊急剎車 無預警宣布,他們要跟成人內容說再見了 8月底,OnlyFans突襲宣布禁皇令 宣布從今年10月開始 他們將全面禁止平台上出現情色內容 而過往的情色貼文,也要在今年12月之前閃光光 官方表示,這是為了確保平台的長期發展 不得不做的調整 但雖然OnlyFans也表明 只要遵照新訂的規範 創作者還是能張貼尺度較大的內容 但標準是什麼,也沒有說清楚 而禁皇令的消息一公布 OnlyFans的社群馬上炸鍋 大家都無法理解,成人內容 已經是OnlyFans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為什麼OnlyFans還是要撕裂族群 傷害老司機們的感情呢? 欸…這個問題,它背後的原因其實有點複雜 為了方便討論,這邊我們要稍微退一步 談談這幾年成人平台遇到的困境 我們之前在Pornhub的那集有提到 這幾年,有越來越多人注意到 隱藏在成人平台當中的非法內容 舉例來說,有些成人影片涉及到強暴、偷拍等犯罪的行為 有些則涉及到像是兒童色情、人壽膠、賣淫等的不法內容 這些影片不斷地在網站上流竄 不只是成為了另一種治安死角 也造成許多受害者永久的神經創傷 而面對這些問題,許多人開始踏罰成人平台 認為他們只顧著賺錢沒有盡到審核的責任 同時,提供成人網站支付服務的金融業者 也被當成是共犯,遭到輿論的猛烈抨擊 於是許多的金融業者因為不想被捲入逃色的風暴 開始對成人產業保持距離,不支援服務 而成人平台為了生存,也只能被迫轉型進行大掃簧 加強審核的機制,或是直接刪除成人內容 相較於其他平台,OnlyFans這種內容訂閱制的網站 理論上,把關可以做得比較確實 問題也相對沒有那麼嚴重 但根據BBC的報導 他們還是在OnlyFans上面看到了 未成年色情影片的情形 甚至還發現,有不少的帳戶其實都暗藏著原交訊息 像是在個人的簡介寫則 暗次付費、歡迎預約等等的字眼 吸引嫖客主動上門 那即使OnlyFans表示這種情況非常罕見 但不能否認的是 這代表OnlyFans還是有監管不到的角落 而在BBC的報導刊出之後 歐美社會一片嘩然 美國國會議員甚至發起連署 要求政府調查OnlyFans有沒有兒童色情的問題 而這些風波都讓那些 跟OnlyFans合作的金融業者越來越緊張 他們擔心,如果OnlyFans繼續被針對 總有一天也會翻船,把大家都一起拖下水 根據OnlyFans官方的說法 這次之所以會頒布禁皇令 就是來自合作夥伴的壓力 跟OnlyFans合作的支付業者或是銀行 可能寧願早點切斷合作關係 也不想要等到哪天OnlyFans真的被炎上了 才在焦頭爛額的處理公關危機 那就像剛剛說的,一旦銀行不願意合作 OnlyFans的金流就會被切斷 導致公司沒有辦法正常營運 因此為了挽回夥伴關係 OnlyFans才會忍痛放棄他們的經濟母 跟成人內容說再見 不過,這樣的推測主要都還是來自官方的說法 又有人在猜,OnlyFans的決定 其實也跟未來的經營方向有一些關係 隨著營運的規模擴大 OnlyFans也想成為像Twitter或IG那樣的社群巨頭 而最近,他們更是積極地推動全新的串流平台OFTV 主導像是美食、健身等清新的內容 目標要進軍大衆市場 然而OnlyFans過去的形象,實在是不太好 許多投資人看到他們之後退避三社 造成OnlyFans的募資有困難 找不太到願意投資他們的金主 有人認為,或許是這個原因 OnlyFans才會想要大破大力 主動地刪除成人內容 想辦法撕下成人平台的標籤 以全新的形象重新觸發 不過不管是什麼理由 OnlyFans的這個決定 都讓他們的粉絲跟創作者 非常非常非常不爽 他們憤怒表示,當初OnlyFans 就是靠著大尺度的創作者脫衣賣肉 才一步一步登上今天的霸主地位 而如今,卻為了自身的利益 把這些創作者一腳踢開 根本是過頭拆橋 尤其對很多創作者來說 在OnlyFans的訂閱費 是他們重要的收入來源 官方武斷的決定 肯讓他們的生活陷入困頓 許多人感到心寒 央嚴要跳槽到其他平台 甚至有人糾團成立新的網站 準備跟OnlyFans打對台 不過當網路上 還在為了靖皇令吵吵鬧鬧的時候 OnlyFans卻又來了一個髮夾彎 再次宣布他們反饋了 8月25日,也就是禁令 頒布不到一個禮拜的時候 OnlyFans在Twitter上發布的聲明 表示他們聽到了大家的心聲 將會撤銬禁皇令 繼續支持多元的創作 給所有的創作者一個家 官方並沒有透露太多反悔的原因 但外界推測 或許是OnlyFans跟銀行談好了新的合約 又或是他們找到了新的合作夥伴了 而且,禁皇令引起的反彈聲浪 可能遠遠超過了OnlyFans當初的預期 才會讓他們這麼緊張 緊急收回禁皇令 不過尷尬的是 對於OnlyFans的回心轉意 創作者們卻不太買單 官方聲明底下留言可說是炮聲籠籠 許多人都表示 現在說這些官槍一點用都沒有 他們已經準備離開平台 再也不會相信忘恩負義的OnlyFans了 未來,OnlyFans到底會不會出現出走巢 而平台又會不會再度調整規範 我們都會繼續關注 我們認為,以一個菁英有成的平台來說 OnlyFans原先的禁皇令 真的是一場轉型的豪賭 如果轉型成功 OnlyFans或許有機會擺脫所謂的色情標籤 挑戰IG跟Trader成為另一個社群巨頭 但如果轉型失敗 OnlyFans卻極有可能一蹶不振 直接被市場拋棄 有個血淋淋的案例 就是幾年前的Tumblr Tumblr原本也是知名的部落格平台 但卻因為審核成人內容不確實 捲入兒童色情的風波 遭到蘋果App Store的下架 為了重新上架 Tumblr決定下重手 一舉禁止所有成人內容 結果執行禁皇令之後 用戶卻紛紛出走 導致平台流量雪崩式的下滑 直到現在,仍然沒有什麼奇色 我們猜測 或許也是因為Tumblr的前車之鑑 才讓OnlyFans猶豫不決 對禁皇令的決定這麼的反覆無常 話說回來 這幾年成人平台輪流被點名 一個一個被檢討 OnlyFans會在這個時機 出現禁皇令的動作 其實並沒有那麼的令人意外 但整件事情最讓人詬病的 還是官方的處理方式 禁皇令頒布前 OnlyFans幾乎沒有跟大家溝通 事後也沒有提出配套措施 放任創作者自生自滅 也難怪大家會生氣 那麼覺得 如果OnlyFans早就有禁皇令的念頭 或許應該要提早動起來 協助平台上的情色網紅轉型 像是調整分紅的方式 讓料理、健身這種普遍級的主題 能夠獲得額外的獎金 或許就能鼓勵情色網紅 嘗試不同的創作 慢慢轉換風格 也不會有後續這些紛紛擾擾了 總而言之 OnlyFans這次的應對 有點太粗糙了 像這樣緊急的煞車 再開車、又髮夾彎 老司機們真的是不跳車也難喔! 好的,那今天的最後 我們想問問大家 你覺得之後 OnlyFans還會再度搬出禁皇令嗎? A.會 有192唯利仕途的OnlyFans 很可能再度背叛創作者 B.不會 有了這次的慘痛教訓 OnlyFans應該不敢再得罪大家了吧? C.不確定 可能要看OnlyFans的其他事業賺不賺錢? D.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OnlyFans最近到底在搞什麼! 此外也可以點這個地方 我們想要看PoreHub以及Swag這陣子的爭議事件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